其實我們都很好奇 因為你們一定 跑來跑去很多的行程 有很多為選民服務的經驗 有沒有覺得說 竟然遇過很特殊的要求 特別的要求 超特別 來 換接位 哇 開價 折士奇 這樣一個 開價五千萬Po要 打聽話 對 他們都說什麼幣 五千萬有什麼幣 你不用五千萬要馬一下 你應該五百萬是答應 五百萬 五千萬我們就上岸 就 去哪裡 這個事情是怎樣 對 就是之前 我還是有一些這種 粉絲型的支持者 他就有說過就是他寫信欄 然後就希望說 看五千萬可不可以包養我 然後就是希望說 他就把他的地址都寫好 就說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到這邊 然後就是走向人生的下一步 他有附照片嗎 沒有 所以我就想說 好歹也要先附圖吧 那這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金鏟子 因為其實就是地方上有那個新婚夫妻 然後他也是 就是一直都求子未成 然後他們就私訊我說 可不可以就是希望我給他們 祝福他們早生貴子 然後就看可不可以求子成功這樣 然後我團隊都說 你現在不是女神 你已經是祝生娘娘 現代版祝生娘娘 然後這個就是那時候我就送了 他們那個金鏟子 對 這個就是動土典禮的時候的金鏟子 對 那妳是真的有去參加 那個人家動土典禮 然後人家納過來的喔 對 我就是動土典禮 拿回來金鏟子 然後選民就說他們想要 因為他們覺得 林黛手上接過的這個祝福 是有Burby的作用這樣子 當然各式各樣的選民服 非常的一樓一樓 很多樣化啦 對啊 像我們說 沒有 蟒蛇跑到家裡去啊 像我們要協助啊 那這個要怎麼服務他 你怎麼 找相關單位啊 他這個就擋個相關單位就好了 民眾比較信任我們嘛 這是一種信任的表現 牛不見了嘛 牛不見 你也要幫忙找 對啊 牛不走私了 不見了 那牛 牛能跑去哪裡 在路上啊 在路上啊 牛到北京還是牛啊 對 對 牛鬥 我牛鬥有耳標啦 所以不難找 很多啦 還有聽抱怨 抱怨很多啊 家裡大大小小的事啊 什麼兒女不孝啊 分家產啊 什麼 什麼都有啊 老公怎樣啊 老婆怎樣 自己吵架也要你主持公道嗎 沒有 沒有說主持公道 就至少會打來那個 沒有 我們要協助啊 被家暴有什麼方式啊 那什麼有什麼方式啊 都要繳一些法律常識 有一次我立法院衝突回去家裡 然後躺不下來 為什麼 然後我後來人傳影片給我 才發現我被打到地下 打了很久 打了30秒 然後我就沒有辦法躺下去 我就去看醫生 我去台大掛急診 然後那時候醫生不認識我 我說 陳玉貞小姐 你是被加暴嗎 要不要打113 幫你通報 那醫生很深刻 我知道你是職業傷害 然後她說還問我在哪裡 我說立法院 不俗加暴範圍 對 所以他們一代表 體力好也是很重要 真的 可是我很好奇 像這種抱怨電話 你接到 又是你的選民 你不好意思掛斷 你最常講過多久 還有半夜啊 因為我有凌晨4點接電話 1 2點也有 講到天亮 沒有 就聽啊 安慰啊 因為我手機24小時都不會關機 每次有那個政治新聞的時候 比方說前陣子什麼藍白盒 一堆人就打去 欸 為什麼要跟白的合 怎麼樣 快點踢他啦 那你自己還來喔 對啊 重點要怎麼辦 要好跟他好說歹說 對… 好好的解釋啊 好…